动画片一直都是有区分年龄观赏 有些动画课得18岁以上才能欣赏 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动画片就是给小孩子看的 如何啊? 哇喜少年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法国出品的地狱动画 还请你听 我说 这个世界全伏在空中 国家生活在恶龙随时都会说醒了末日恐惧中 左哀是国王亚瑟的侄女 她特别热爱传奇故事 对于影机室会打败恶龙的故事深信不疑 但是 外人却对这种传奇故事则嗤嗤以鼻 在盘桌上 皇家骑士的盔甲骑着白骂从前的皇宫 来到失明的亚瑟国王跟前 亚瑟摸着盔甲里的骨灰 知道这是不好的征兆 于是着急的让脑机爵士全城戒备 她要开始对抗恶龙 但左哀知道必须要去找更强的骑士 只有国王一人是不够的 于是 她连夜跑出去城堡寻找伙伴 猎龙人年珠和她的宠物海托 在河里要打败滩赤龙 这样她就能和同伴姬斗得到村长承诺的赏金 然而连珠完全奈何不要贪赤龙 被贪赤龙戏龙的模样 让村民村长笑个不停 虽然最后打败了贪赤龙 但是村长却体质气壮的违约 她嘲笑连珠的姬斗 就像小丑一样 夜晚 姬斗还在生闷气 她觉得因为连珠不够有气势 所以村民才会觉得好欺负不给钱 这时 姬斗看到连珠还在像个娘们一样打毛线 就更生气了 本来一言不发的连珠 终于有了反应 她抢回吃一针耍下了一句 这是我妈妈叫我的 连珠做得发呆 回想几小时后 她亲眼看着家乡被恶龙毁灭 姓斗的字迹 只能找到这两根吃一针 过了一祸 极头过来道歉 和我的他们继续梦想两人 能够在未来 开盘一个龙庄 这时 对面的森林传的尖叫声 连珠一下子就跳了过去 森林里 左爱正在被会放电的金宝龙追着 连珠即时出现 打败了两只金宝龙 左爱以为他就是银甲骑士 于是高兴地把恶人 带到叔叔亚瑟面前 亚瑟摸了摸连珠的鸡豆 满意地带他们去地下室 告诉了他们 每20年 就会有灭尸龙苏醒 毁灭世界的事情 当一些征兆出现 就意味着 灭尸龙的到来 连珠看着墙上画的灭尸龙 正是小时候他所见的回家凶兽 亚瑟命令连珠 前往西方世界 导会灭尸龙的草瘸 趁他输税 给予致命一击 仿能拯救世界 本来讲拒绝的奇斗 看到国王准备的无数金币 瞬间 接下了这艰巨的任务 当奇斗他们要出发时 左爱也散着假路 三个完全不靠谱的猎龙人 就此上路 灭尸龙苏醒了称兆之一 就是出现满天的小红龙 他们刚要上路 就为无数小红龙 变成了大怪兽 拦住了路 年初抱着左爱 一路从怪兽脚下划过 导致怪兽自己把桥打断 摔坏了 无数小红龙汇聚的怪兽 变成了小红龙飞走了 看到这些的左爱 无疑成为了连珠的中粉 一路上划个不停 让连珠很不好意思 但是却很开心 而奇斗就很头大 贪尸龙他们都打得要死要活 本来他只想骗点钱和连珠走人 但是现在左爱跟着来了 于是奇斗给左爱讲 赢甲骑士的故事 哄他睡觉 左爱睡着时 连珠也装睡 这样一来 奇斗的逃走计划就跑趟了 等到天亮后 连珠和奇斗坦白 自己是装睡的 他始终认为 不能把左爱丢下 赢甲骑士要继续上路 之后他们进了一道门 追逐国王首相的白骑士起马而来 他疯疯癫癫的听到连珠他们 要消灭灭士龙就狂笑 说他们疯了 那刺热的笑声 伴随着白骑士一路离去 也未能消失在赢甲骑士的脑海中 之后 才能走进了一个阴森的闪洞 里面的植物冒着龙气 左爱害怕吉乐 这时头上掉下巨大刺球 地上也不断出现长长的刺针 他们一路逃跑 逃进了一扇门 才把刺球关在了门后 现在 他们来到了世界的尽头 面前悬浮着一座座破旧的春庄 远处还缺和着一棵大树 这时 树上的无数的小红龙就冲向了他们 左爱被吉乐关在门后 他只好躲进罐子里 小红龙们冲进了房子 追了吉乐捕放 还有一些小红龙在追连珠 残酷里的绵羊被连珠放了出去 受到了小红龙的攻击 为了保护绵羊 连珠拔刀了 小红龙们又聚成了大怪兽 但是头和一只脚不同地方 头在屋子里靠听绵羊的叫声 找自己的身体 这时 吉乐又被怪兽的脚追着跑来 连珠看着时机抱着羊 让身体和脚都跳向了头 怪兽又结底成了小红龙 这下子 左爱更加崇拜连珠了 但是 他看到吉乐就生气地指控他 解死不救 连珠想追打半面是龙 吉乐只要这个想法后 大骂他天真 但是连珠执意要去 吉乐以为他要跟自己猜祸 所以生气地离开了 左爱对连珠嘲讽吉乐的种种不好 但是连珠只有一句话 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 连珠沉默地摸着刀 吉乐一步步地往回走 吉乐发现自己在一块悬浮的石头上 五路可走了 于是 他失落坐在那 伴随着石块移动 这时面前出现两只小红龙 小红龙找叫吉乐是胆小鬼 他们问 难道你不管黏珠了吗 突然意识到动物会说话 意味着灭食龙马上要苏醒了吉乐 害怕地疯跑了起来 路上碰到了黏珠 这时远珠飞过几道红光 红光越来越多 黏珠赶紧去找左爱 红光的头是一只只凶猛的野兽 他们接近向黏珠进攻 早上爆炸 黏珠在努力地抵抗后 吉乐却疯疯癫癫地恐吓左爱 告诉他生活不知童话 他们会死掉的真相 伴随着左爱还把了一声尖叫 虚旧黑雾散去 左爱僵硬地倒在地上 左爱缺弱地说 自己明知道的生活不是童话 但是你们两个确实是他最喜欢的英雄 黏珠也确实是比赢甲骑士更厉害 但是黏珠没有吉乐是不行的 所以紧吉乐一定要坚持 吉乐答应了 他发誓一定会消灭灭食龙 这时左爱就欢呼地保住了吉乐 原来他刚刚只是帅了一下 他家终于集心协力要消灭灭食龙 反而 当黏珠找到灭食龙时 他刚好苏醒了 黏珠面对旁盘大物也能勇敢地进攻 但是武器碰到他的牙齿 马上就碎了 灭食龙张开血纹大口 开始吞噬 所有东西都被洗进腹中 吉乐拉着左爱抓住了灭食龙那颗牙齿 吉乐鼓励左爱要强行伙伴 而这时的黏珠他躲了起来 手捂住眼睛 就跟小时候家乡被毁的那天一样 黏珠回忆起那天的他 决心要消灭灭食龙的信念 突然大增 那瞬间我害怕了 目光坚定地拿出了那两根质疑针 左爱的求救传来 灭食龙勇敢地说放过它们 于是灭食龙不再吸气 而是藐视地看着灭珠 灭食龙平静地说 我不怕你这个丑八怪 我心炉止水 灭食龙想把灭珠吸入肚子 灭食龙顺着风被打他的牙齿上 然后爬到眼睛 但是被灭食龙扔了出去 质疑针散落在旁 灭食龙迅速地拿回质疑针 在被灭食龙极度悬崖下的时候 他用力把质疑针 刺向了灭食龙的眼睛 灭食龙痛苦地怒红起来 眼睛放电 他的翅膀巨龙 瞬间 灭食龙消失了 经过许久的白光 世界变得清晰了 到处飞着飘飘吐 绿衣满地 和童话故事的没有结局一样 极度开心地指着这个变得美丽的世界 要把它变成他们梦想中的农妆 三个人快乐地唱着歌 又回去找国王拿赏金 拿眼睛痊愈的国王 最不相信是两个小混混模样的 极度和连珠 消灭了灭食龙 为此 极度和左哀都勇敢大骂国王 无赖 极度和连珠被赶出的皇宫 能以为依旧一瓶奴戏的时候 左哀帅的一袋金币赶来了 他要和他们一起住在农庄里 谁也不知道未来 会不会还有新的灭食龙出现 片名 龙战 其实这部动画 你认为是第一个儿童欣赏的作品 也无够厚非 但是我却认为可以理解为 是一部成长教育动画 一直能够毁灭 并且长久不灭的恶龙 最后被一个矛盾没有长期的小孩消灭 这个剧情如果真的要较真 那确实是主角光环太过明显 但是最近沉迷法国动画的少年 却认为最后的恶龙之战 可以理解为是内心的使然 世界依旧是美好的 曾经那些茫然一旦扫去 就是晴空万里 面世龙的阴影 在年珠脑海中 是永远都不会磨灭的存在 但是 当真正去对抗的时候 也许 对方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大 当然 这些理解可能有些刻意 可是 对于这么可爱的动画 我才不管他呢 强烈推荐原片 我是少年 一位带来看遍男生马太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内允许一下 进耳朵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